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移民的事情 因為上次我拍了一段影片 講移民與當地人衝突的二三事 講完之後有一些好事之徒立刻說 這麼辛苦做什麼? 做二等公民 你不如回香港吧 你不如就是 香港很需要你 香港好好回流 當然這些是荒謬的 因為移民當然會有衝突 因為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衝突 全世界都有衝突 我在台灣也試過跟人衝突 在台灣我試過開車 跟一個機車 就是開電單車的人 狹路相逢 結果衝突 就會吵架 這個很閒而已 有人的地方就有 你不會因為有衝突 你就不在那裡生活 世事都是講道理的 看道理在哪裡 如果是道理在你身上 你就堅持 如果是我自己錯的 那就檢討一下自己有什麼做錯了 所以這個不會因為移民 有衝突 而決定回來的 但是這個世界真的有些人回流 有人回流 譬如說我最近也認識一些人回流 我認識的人 他就說過了來之後 他的年老父母 沒有人照顧 發覺真的生活有困難 那我就決定回流回去照顧父母 沒問題的 回流不代表失敗 回流不代表是 就是懦夫 不代表是的 你自己選擇而已 但是我認識一些人移民 他又回流 原因是因為 發覺來到之後賺錢沒以前那麼多 來到之後又覺得看醫生很不方便 好像香港01的話 有一個人的外母 就是因為來看NHS 看醫生很不方便 決定回流 賺錢沒那麼多 決定回流 而甚至乎有些藍絲的網站 做假新聞 說英國的內政大臣最近說歧視新移民 BNO人就是岌岌可危 那些是假新聞 事實上英國內政大臣不是這麼說的 英國內政大臣只是說 接下來只會輸入多一些高端的人才 一些低技術的可能未必能幫到 他又不是說把現在的移民趕走 他只是說 接下來的政策而已 以及都是內政大臣個人的意見而已 你有沒有經過下議院 民主社會 不是大臣就決定的 財政大臣說要減負人稅 45%減了40% 結果就撤回 是撤回不是暫緩 所以那些假新聞 就不斷地在說 說人們會罵失敗 小黃人什麼什麼 這些當然是荒謬 所以我經常說 如果真的要移民 要有很大的覺悟才能移民到的 不是說看到別人去你就去的 看到別人去你就去 這種移民 多數都是會不開心的 那你為什麼有很大的覺悟呢? 你當然是希望追求自由 或者為小朋友追求好的教育 或者享受一個比較廣闊的生活空間 你才決定去移民 不要說別人去你就去 所以我最近認識一些人去回流 回流的原因是什麼呢? 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過了來之後 父母沒有人照顧 回去照顧父母 因為本來預期父母身體挺好的 過了來也沒問題的 但是發覺過了來之後 父母其中一方可能身體急轉直下 需要有人回去照顧 這個沒問題的 沒有人怪他的 也不需要怪責 是不是? 也不代表回流是失敗者 但是如果是因為賺錢沒有以前那麼多 或者是生活不習慣回流 是很荒謬的 為什麼? 因為你來之前應該有預期的嘛 第二就是 你來到之後 你當然有事情不適應的 你不要說移民這麼大件事 年根拔起 舉家遷移 你普通人 拍拖換男女朋友 你過完密月期 你當然也會不適應的 生活習慣不同的 你跟新的男朋友女朋友同居 大家怎麼用牙膏又不同 馬桶怎麼 鐵又不同 床、睡邊 大家又不同 你不會因為過了密月期 不再好像 剛剛頭幾個月這麼恩愛 就決定分手了 還是回到以前的男朋友女朋友 不合理的 你既然移民 你就是要用回三五年的時間 去徹底適應新的生活 徹底看看新的環境 那麼NHS說看醫生不方便 這個不是一個理由 你是可以解決的 我在這裡看NHS 我覺得小病真的不方便 普通病 雙方感冒 NHS呢 你排隊的話 他也是幾天後了 如果你大病呢 譬如說 趙太太之前 遇過扁圖腺發炎 他醫治得不錯的 又早上傳信去你的GP 他下午就立刻安排了看醫生 然後 立刻開藥 其實是方便的 我自己比較大病 我在醫院跟 我又覺得OK的 因為我在香港 公營醫院對這裡的NHS 公營對公營 我自己覺得 這裡的公營醫院的服務 比香港好 原因是因為 資源比較多 而且是人性化一點 譬如說這裡 這裡看醫生 他們真的有照料你的心理 在香港沒有的 你等幾個小時 見醫生幾分鐘就離開了 這裡的醫生 他會詳細跟你聊天 看看你最近的病情是怎樣 看看你身體的進步是怎樣 他發覺可能你有些抑鬱 不開心 他會轉介你去看 可能心理輔導 社工 他們也關心你的心理和心理 在香港真的沒有這個資源 香港當然 你說看私家醫院 或者看私家診所 方便很多 這裡沒那麼方便 因為這裡習慣一些人看NHS 但其實這裡也有很多私家醫生 其實不是很貴 都是幾十磅 看15分鐘 七八十磅看15分鐘 跟香港說貴 其實差不多而已 當然拿藥的靈計 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是可以克服 可以解決的 不會說不適應生活 就說要回去回流 還有最大問題就是 人們說賺錢沒有香港那麼多 這個固然是 因為這裡交稅又多 收入可能現在的回率又下跌 變成感覺沒有那麼多 但是這裡賺錢也要花的 我也認識了一些人在這裡賺錢 就發覺不夠 結果回流回香港 然後繼續把家人、妻子、子女留在這裡讀書 但是這樣就會犧牲了跟小朋友的關係 尤其是 就像我一樣 小朋友只有幾歲 是要最黃金的事情 在這裡 我們就很開心了 好像剛剛這個weekend 帶了芝芝 大女 去參加那些生日派對 那些人每個月都有生日派對 學校同學那些 他就預約了一個森林公園 一個森林學校 Forest School 在Forest School裡面 就是玩野外求生 玩注目取火 這是學到很多東西 這些環境在香港 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還有譬如說 這裡這麼大的公園 現在就是green park 放假或者放學 跟小朋友在這裡逛街 其實是很開心的 在香港也不能夠享受到這麼好的生活 這麼好的天氣 當然英國最大的問題就是 冬天經常下雨 冬天很冷 這是事實 但是就要用三幾年時間去適應 你克服了困難 你才知道這個地方是不是適合你 而不是一遇到困難 就說走吧回流 一拍拖 一拍拖 不夾就吵架就分手 一份工作 受氣 辭職 你用這種心態去處理問題 不要說移民 做任何事情 都是不成功的 所以遇到困難 就是克服他 而不是去決定放棄 但是當然我覺得做人 其實不僅是說移不移民 處理任何事情 都是應該用這種態度的 你盡力了 幾年後你發覺真的不適合自己的 那就 quick 了 幾年後不適合自己的 因為另謀出路 現在全球化全球村 在哪裡住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與安則則則為之 所以呢 不需要這麼執著的 但是呢 遇到困難就走 我自己就覺得這種態度 在我個人心目中 就認為不可取了 Anyway 今天這個碎碎念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拜拜! 哥, 林俊 也不要 我在座位置 如果今天可以 我們不適合 在座位置